金丹镜剑修马制 起先并未如何惊奇 但是长久观看少年打拳之后 终于看出了端倪 老人摇头苦笑 只觉得见鬼了 一位纯粹武夫的魂魄胆 都已有了雏形 只带打熬而已 这意味着从第四镜 到寄身第六镜会很快 堪称畅通无阻 如果一味追求武道攀登的速度 完全可以吓破旁人胆 若非事先得知少年 只是刚刚寄身第四镜 老人其实不会如此震惊 可明明郑先生言之凿凿 少年就只是四镜而已 天底下哪有如此蛮横霸道的第四镜啊 这位范家清客 发现自己弃腹之中的本命 非见蠢蠢欲动 老人竟有了一丝像少年初见切磋的念头 练气是第九镜的金丹剑修 对一味第四镜的纯粹武夫认真出剑 老人满心怅然 觉得自己真的是老了 不过老剑修很快就释然 天大地大 自己这只躲在老龙城的井底之蛙 又看得到九州多少天才啊 眼前卑剑练拳的少年 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老人突发奇想 他笑问 陈平安 你该不会是 想成为天底下最强的四镜武夫吧 陈平安刚好一次六步走庄走完 反身出拳不停开口答道 必须是 老人只当这位能够动用关系 劳下自己世间的少年郎 出身宝平州最顶尖的豪华仙门 心高气远 又是少年心性 故而并不觉得太过突兀 这种朝气勃勃的年少轻狂 不讨厌 老人并不知道 眼前少年锁练之拳 就这么一个粗浅的拳装 已经打了数十万遍 黄昏之中 先前被巨大岛屿遮掩的桂花岛渡船 缓缓起航 若是有人在老龙城城头 登高望远 就能够看到这艘渡船的庞大身影 当然 如果就在孤悬海外的这座岛屿上 会看得一清二楚 比如孙氏家主 孙家树 这次离开老龙城 孙家树没有让家族供奉跟随 因为他身边多了一位 风雷员年轻见修 刘坝桥 风尘仆仆赶来老龙城的刘坝桥 此时蹲在岛屿观景亭的栏杆上 远望桂花岛 略显疲惫消索 疲惫是因为一路遇见南下 难免心神焦脆 脸上他落寞则是百感焦急 好似一股玉气从肚子里 爬到嗓子眼 想要一口吐出 却又怕伤了朋友 孙家树轻声说 为何不去桂花岛解释一下 刘坝桥哪怕是天资卓绝的剑胸 这一路火急火燎的离开风雷员 遇见如此之远 仍是嘴唇甘烈 伸手抹了抹 他摇头说 我哪有那脸皮去见陈平安呢 孙家树斜靠着停住 坐在刘坝桥的旁边 他苦笑道 这次是我对不住你 刘坝桥摆了摆手 气归气 道理还是道理 陈平安只是我刘坝桥的朋友 不等于就是你孙家树的朋友 我也没想到陈平安藏着那么多秘密 连你个孙家树都免不了财帛动人心 其实归根结底是我的错 还是低估了我这位朋友的本事 孙家树 你也别因为我这么说 就越发愧疚难当 不需要 也不该如此 孙家树手臂搁在栏杆上 侧身望去 清风拂灭 本就英俊的男子 越发飘逸出尘 他轻声说 理是这么个理 可是事情本不该变得这么糟糕 你既不骂我也不揍我 这回还跟我讲道理 你刘坝桥是一个多么不喜欢 嘴上讲道理的人 我孙家树比谁都清楚 所以怎么觉得你这是要跟我绝交的意思啊 刘坝桥摇头说 不会 你想多了 刘坝桥转头扯了扯嘴角 真的 孙家树笑道 你这次给我坑得这么惨 算不算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 刘坝桥已经继续望向远方 怕咧咧嘴 酸 比陈平安的烟菜还酸 孙家树笑了起来 只是在心中叹息一声 两人起身返回老龙城 孙家树带着刘坝桥去了孙氏祖宅 那位定海神针一般的原音镜孙氏老祖 对刘坝桥这个风铃员后起之秀 第一次见面就极其喜欢 作为帝仙 老人如今已经难得动筷子 今天仍适合两个年轻人坐在一桌 吃了顿宵夜 全是刘坝桥爱吃的饭菜 刘坝桥跟孙氏老祖插科打混 跟早年那一个德行 吹嘘吹捧 从来不知肉麻是什么 街短也毫不含糊 把老人逗得哈哈大笑 刘坝桥还要赶回风铃员 吃过饭就直接挂上那枚老龙翻云配 欲见离去 孙家树在夜幕中独自手持鱼杆 在岸边默默垂掉 午夜时分 孙家树突然抬起头 刘坝桥欲见返回到这里 落在孙家树身后 一脚将这位孙氏家主 踹到河里去 之后风雷员剑修一言不发 继续欲见北去 孙家树落汤鸡式的走上岸 反而开心的笑了 孙氏老祖凭空出现在孙家树身旁 语重心长的说 刘把桥这种朋友 人这辈子不管是甲子岁月还是百年千年 能有一个都是福气 一定要好好珍惜 孙家树抹了把脸笑着说 今天才真正笑得了 老祖宗 以后能不能由着我任性一次 做一点孙家树想做的事情 但是 以孙氏家主的身份 老人毫不犹豫 孙氏列祖列宗 乐见其成 孙家树猛然间向老人一依到底 谢老祖宗开恩 老人爽朗笑道 起来 不像话 臭小子 你如今才是一家之主啊 孙家树提着鱼竿鱼篓 快步走回孙氏祖宅 当晚就离去 去往内城孙府处理事务 孙氏祖宅的一位金丹镜供奉 在孙家树离开后没多久 就找到了孙氏老祖 开门见山的校园 孙氏有此家主 我愿与孙氏再续百年之约 老人大笑着答应下来 最后 老人独自来到祠堂 默默点燃三炷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